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给大家讲一个年轻女孩嫁入豪门 结果在新婚当晚遭人追杀的故事 故事开始 小男孩丹尼尔正拉着自己的弟弟杰克夺命狂奔 两人似乎正在躲避什么可怕的东西 随后丹尼尔将杰克藏进柜子里 身后一个西装革履的男人突然出现 请求丹尼尔救他 丹尼尔大叫一声 他在这里 然后一伙人赶过来将男人打倒在地 旁边一个新娘模样的女人大叫着 可最终男人还是被干掉了 画面一转 时间来到三十年后 今天是漂亮精致猪猪女孩妮娜结婚的日子 而她要嫁的就是杰克 杰克出生于土豪家庭 家里的钱多到数都数不清 妮娜能够嫁到这样的家庭 晚上做梦都在傻笑 可就在仪式的半个小时前 丹尼尔却莫名其妙说 建议妮娜还是不要加入他们家 而且杰克也在旁边附和着 两人的言语中透露出 他们家族似乎有着不可告人的秘密 不过此时正被爱情和婚姻冲昏头脑的妮娜哪里听了进去 坚持说我最爱的是杰克这个人 不是他们家的钱 无论如何我都要和杰克结婚 很快婚礼愉快地进行并完美收场 晚上妮娜和杰克两人迫不及待地啃了起来 正在信头上的时候 家里的海灵阿姨出现说是找两人有事 杰克解释道 因为他们家是靠游戏发的家 所以家族里才有个传统 那就是新人加入家族的时候 当天晚上要和家族里的所有人一起玩一个游戏 具体是什么游戏 要看到时候妮娜抽到的牌来决定 有可能是跳棋 也有可能是双路棋 不过游戏的输赢并不重要 也就是所谓的友谊第一 比赛第二 这个游戏只是中在参与 稍微准备几分钟之后 众人来到一个专门玩游戏的小屋 大家为坐在一起 杰克的父亲讲起了家族的故事 父亲说曾祖父曾经是一个水手 一次出海的时候遇到了一个收藏家 收藏家把一个神秘的盒子送给了曾祖父 至此曾祖父发了大财 一边说还一边拿出那个盒子 盒子里就放着扑克牌 抽完牌之后就能决定玩什么游戏 说吧 便将盒子放到了妮娜手中 妮娜没有多想随手抽出了一张写着捉迷藏几个字的牌 妮娜满脸傻笑的问在座各位有没有人想要一起玩的 可其他人看见牌后 却表现出一副惊恐的表情 似乎发生了什么不得了的事情 父亲告诉妮娜先躲起来 等到数完一百个数字之后 他们就开始找人 而且为了不作弊 还将家里的监控摄像头关掉了 这个游戏会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早上 只要这段时间里妮娜没有被抓到 那就算妮娜赢了 游戏开始家里放起了音乐 妮娜这个傻白天蹦蹦跳跳的开始找藏身体 但她不知道的是 家族里的其他人已经在分配枪支武器了 妮娜藏到家里仆人专用的密道里 等待其他人来找她 可等了半天却发现外面连个鬼影都没有 她爬出来想要透透气 这时 杰克突然从身后拉住她躲到了床边 一个扎着马尾辫的女人过来找人 却没有找到 就在她想要离开房间时 却突然被人开枪打中 看着倒在血泊之中的马尾辫 妮娜心中一万头草泥马奔腾而过 这不是玩游戏吗 怎么还玩出人命了 仔细一看 开枪的是个小波浪女孩 小波浪的枪声把房子里的其他人也引了过来 大家一看倒在地上的女人十分失望 然后一边说到新娘还没死 游戏需要继续 说完将尸体挪走 大家再次开始分头找人 众人走后 杰克慌忙收拾东西安排妮娜离开 杰克说 妮娜抽到了最坏的牌 家族里的人必须在天亮前杀死妮娜 不然的话 家族里就会发生可怕的灾难 头一回听人家把杀人的事情说得这么没有道理 这不是欺负人家妮娜没有读过书吗 听完这些 妮娜也是气得知辣娘 你早知道会这样 为啥不早跟老娘说 早知道是这样 你家再有钱 老娘也不跟你结婚 杰克安抚妮娜从厨房逃走 自己则掩护她 然后两人便开始分头行动 为了能够跑得更快 妮娜还特意撕掉了自己的半截裙子 找厨房的路上 妮娜意外遇到了正在搬运尸体的公共 还有杀人上瘾的小波乱 慌乱之下 她跑到台球室遇到了丹尼尔 不过 丹尼尔似乎对杀她的事情并不是很感兴趣 一边喝着小酒 一边告诉妮娜给她十秒 十秒之后再追杀她 听到这句话之后 妮娜只好拼了命地跑 十秒钟一到 丹尼尔大叫一声 把其他人都引了过来 大家聚集到一起 开始讨论接下来的行动 这时 旁边的一个小胖子说 用不惯手里的弓弩 于是想要给小波浪用 小波浪接过弓弩 一个不小心便将突然跑出来的女菩萨了 眼看已经死了两个人 没办法 大家决定打开家里的监控摄像头找人 趁着这个机会 妮娜跑到一个有武器的房间捡了点装备 妮娜心想 虽然没有八倍镜 不过也能用一下 之后终于找到厨房 不过厨房的门却打不开 不瞧 此时家里的男管家出现了 他想开枪 却发现枪居然是假的 没办法只好拿起旁边的热水服 将男管家弄伤自己趁机逃跑 与此同时 杰克帮助妮娜逃跑的事情也被父亲发现 此时的杰克正在砸家里的监控设备 父亲立马冲进去将杰克打晕绑了起来 另一边 妮娜逃跑时遇到一个女仆 女仆本想告状的 都小心被房子里的奇怪机关夹死了 至此 女仆团队全体争亡 女仆死后 妮娜也总算是从二楼找到机会跳到了一楼 这时 家里的小男孩乔治拿着手电筒追了过来 妮娜以为乔治是个好人 可事实并不是这样 乔治二话不说就开枪打出了妮娜的手 气得妮娜直接将乔治打晕在地 可是却在慌动之中 不小心摔到了存放尸体的坑 等她爬上来的时候 又意外被钉子刺伤了手 手伤的还是同一只手 那个场面别提有多血腥了 她跑出庄园向路边的车求救 和路过的车不仅不救她 反而骂了她几句 气得妮娜连骂了三句 fu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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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差不多把这世界上所有能骂人的词都用了出来 妮娜逃进小树林被赶过来的男管家抓到 两人打斗过程中 男管家不敌 已经升级的妮娜被勒晕 妮娜本想趁机开车逃跑 可这车子实在是太高级 居然被人家在线熄火了 这时男管家又追上来 给妮娜补了一枪麻醉药 为了庆祝自己狩猎成功 男管家特意放国哥嗨了起来 这时被绑在车后蹲的妮娜醒过来 挣脱绳子 对着男管家就是两脚 车子失去控制 瞬间翻到了沟里 妮娜从车里爬出来后 再次遇上丹尼尔 妮娜用尽三寸捕懒之蛇软磨硬泡 恳求丹尼尔放过自己 可这一次 丹尼尔却把她打晕了 等到妮娜再次醒来 她发现自己已经被绑在了 祭祀专用的桌子上 杰克的父亲嘴里正念着一些奇怪的咒语 说吧 大家每个人喝了一口神仙快乐水 准备一起杀人 咒语念完 大家准备动手 可让大家没想到的是 神仙快乐水有问题 原来是丹尼尔在里面放了盐酸 这会儿大家正忙着吐血呢 趁着这个机会 丹尼尔带着妮娜立马逃跑 逃跑路上 丹尼尔被自己妻子追上 妻子没有想太多 立马朝丹尼尔射了一枪 妮娜抢过手枪 将她打倒在家 丹尼尔则领了喝饭 随后妮娜遇上杰克父亲 三两下将对方打趴下 继续逃跑 接下来是杰克母亲 两人打到过程中 妮娜捡到掉落的盒子 将杰克母亲的头砸了个稀巴烂 这时杰克也赶了过来 面对妮娜这个杀母仇人 杰克不禁没有激动 反而问妮娜 以后是否还会和自己在一起 可得到的答案却是 No 这也不能怪人家 你们家这情况 哥谁谁能受得了 和你在一起 连命都得搭上 说吧 杰克便将妮娜狠狠抓住 并把其他人叫了过来 妮娜被按在桌子上等死 就在杰克准备下手的时候 意外又出现了 妮娜挣脱了几人的束缚 此时外面的太阳也升了起来 不过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 家族众人还以为没啥事的时候 房间里的音乐再次响起 然后杰克一家就开始原地爆炸了 咚的一声 房间里满是无血 杰克一家都领了喝饭 妮娜终于成为了 这场桌迷藏游戏的最后赢家 本片是一部新出的 大逃杀类型的惊悚电影 好好的一场结婚仪式 居然被外国人恶搞成了 大逃杀游戏 场面血腥暴力不说 简直就是刷新我们的三观 不过也有网友说 这部电影主要就是告诉我们 千万不要随随便便结婚 毕竟有时候乱结婚 真的很费命啊 就像片鸣说的 你准备好了没 没准备好 千万别乱来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